也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也許你今天是業務人員 你出去也想要看到某些檔案 也許在你的公司的電腦裡面或哪裡 那不方便你可能又要再Call 也許在隨身碟 那隨身碟你又不可能插在手機裡面 所以用這個方式的話 你可以暫時備份在上面 要看的時候再去連結 那怎麼連結最快 其實第一個產生發佈之後有沒有 第二個會是一個很長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基本上 你說要Key到手機裡面 可能Key完還沒Key擺一次都Key不準 為什麼?因為它有大小而且 這麼長一串 你給人家人家也不方便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它變成QR Code就簡單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變成一個很短的網址 加一個QR Code 短網址可以告訴PC的使用者 然後貼上 我先把那個網址複製貼上 貼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的這個裡面的所有的試算表 它就會用網頁的形式 幫你發佈出去 幫你發佈出去 好 幫你發佈出去 直接貼上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將來你在手機裡面 也會看到上面會有一個工作表可以切的 一模一樣 類似像這樣 那這邊都有 那第二個是說 這麼長的網址 一般人當然不好記 所以 我第一 第一個就是我建議各位可以用一個服務 GO我常用的 有沒有我們的網址前面都有 GO.GL 你可以把剛剛的 GO.GL 那第一個你需要一個Google帳號 要先登錄 第二個你把剛剛的網址貼上 第三個你把它shoot一下 這邊就會有一個網址了 那這個網址呢 下方有個details 按details裡面呢 就會有QR Code 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QR Code 給其他人 比如說你今天就把這個QR Code 放在印下來也好 或者貼在哪個地方 那再來的話用你的 比如說這位手機都有QR Code scan的 然後你就應該都都不知道 應該都有用過 而且到處都有 現在好像有QR Code已經變一個趨勢了 你就用QR Code scan的 你就把這個QR Code scan一下 他就會辨識到了 不過我們這有點反光 編識到之後的話 就會連結到這個畫面上面 其實你們可以 抓到了有沒有 他這個QR Code scan就可以抓到 抓到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點進去 看到的 你建議你們試在那個手機裡面 裝一個APP叫雲端一點